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何呀 是为了把咱们两个能够凑到一起 所以啊瞎编了人家乔乔有毛病 明白明白 这是乔乔跟你说的 是 乔乔 我让人孩子吃药 人孩子实在忍不住了 才把这真实的情况说出来 瞧瞧我 委屈可大着 那你就能断定 是十何撒谎 不是瞧瞧撒谎吗 你怎么不相信你自己的儿子呢 你儿子从小到大到现在 你不了解他吗 那十何不也是你的亲闺女吗 我这亲闺女可是 这谎撒大了 我听瞧瞧跟我讲 我们家十何呀 老郑 完全是一片孝心 那瞧瞧为什么跑啊 我相信瞧瞧是真话 他说的是真的 所以我故意地假装呢 我不相信他 我说的是假话 我就逼着他吃药 所以他一看我逼着他吃药 他就跑了嘛 那你这么做 又是为了什么呀 有一天他不说了一句话 他说他跟十何没完 听不听见 所以我呢 我愿意他这一辈子跟十何没完 我还没明白 我还是没明白 要我说你这些当官人我跟你说 真是 越当越傻了我看你 你一想 你就拿笨想法 如果咱们大伙 都说这个瞧瞧确实有病 是不是 那瞧瞧就想 证实自己没有病 他想证实自己没有病 他怎么来证实 他是不是得找 我叫十何来证实 那证实没病 那就得两人在一起 在一起之后 才能洗清他的污点嘛 怎么在一起呀 那是不是就得结婚呢 结婚 这不一切就清楚了嘛 明白没有 我服你了 行了 真是煞费苦心啊你 不是 不是你这么努力地戳和他们俩结婚 我问你 你就不怕别人笑话咱们 说咱们两家成一家了啊 老郑啊 我不客气跟你说 经过这么长时间了 我不在乎 怕谁呀 只要咱们自己家伙 要跟你和和美美天天蜜蜜 我跟你说 幸幸福福的我跟你说 听别人干啥呀 听别人摆布干嘛呀 自己觉得好 就是好 你说呢 太好了 人老观念不老 我完全同意 好啊 那你就 能相信这一招能奏效吗 你就看好吧 我说 我还得打个电话 给石河打呀 给石河打干嘛呀 我给我那两个姑姑和我儿子 我让他们三个人 我说 再进一步地关心一下乔乔的病情 给他们添一把财 点一把火 明白 这个意思明白吧 明白明白 我彻底明白了 那你是不是要实话实说呀 就要实话实说了 我跟你说 他做起这个事是不真实 嗯 是不是啊 本来是 假事 让他真做 谢谢大姐关心 可我现在需要的不是关心 是理解 对 不是那个理解 怎么跟您说呢大姐 我真没问题 是适合陷害我呢 对 不信您问咱妈呀 行 您也别问咱妈了 你还是问石河吧 石河你也别问了 您谁都别问了 我真没问题 我会多保重的 谢谢大姐啊 拜拜 事就是 我现在和她们 гл ? 我一个人跳舞 从日落到日处 算了算了 把这也不想看 就回到最初 你要干嘛 来认输 我们有打赌或者比赛吗 我怎么不记得了 我说错了 我是来求婚的 晚了 我现在也要重新考虑 师哥 你别这样 我现在都快被你们全家 集体关心致死了 没有一个人相信你说的话吗 我现在是孤家寡人一个 寡人还有吉 活该 我是活该 谁让我那么喜欢你呢 谁让你喜欢我 谁稀罕 你说我以前吧 有贼心有贼胆 还长得像个贼 可自打跟你谈恋爱以后 你再看看我 被你迫害得连个贼模样都没有了 师哥 咱俩就别再默契了 再默契就辜负咱爸 咱妈咱大姐的一番心意呢 你说呢 你说我大姐 对呀 大姐说等咱爸咱妈的事落听了 就考虑咱们的事 她这意思很明白呀 就 不 原来你一直都知道 从头到尾都知道 对吗 不是我也 你是策划者之一 对吗 不不不 我不能算是策划者 我最多也就是个执行者 执行者 难怪你从唐山回来以后 突然就跟我腻以为起来了 原来是由我妈 你爸 我大姐 甚至更多的人给你坐后盾 给你出谋划策 通风报信 所以你乔瑞才有勇气和胆量来追我 原来我们俩谈恋爱 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 是在全家人的监控之下进行的 对吧 也不全是 我爸后来 乔瑞 知道我现在什么感觉吗 就像是一个人被脱光了衣服 还不知道 跟个大傻子似的 在大街上撒花呢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 我这么对你 是因为我爱你 你爱我 所以你就心安理得 接受别人的好意 看着两位老人受煎熬 对吗 你为了让我不起疑心 还在我面前说你爸的坏话 言之浊浊 说得跟真的似的 还跟我大姐眼双簧 不对 应该是三人传 还有你那铁词 几没弄眼的 你们演得可真好啊 我还跟个傻貌似的 在那尴尬得要死 你当时是不是心里 都快笑出花了 我真的要重新审视你 重新了解你 一个全新的真实的乔瑞 为了达到目的 可以不择手段 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当然 这符合你的职业习惯 但违背了我做人的原则 对不起 请 请吧 诗盒 诗盒 你别这样 起码我对你是真诚 我不需要这种真诚 这多大点事啊 你有完没完了 你也太矫情了吧 我矫情 到现在你还说是我矫情 行 请你对矫情的女人放手 我放手 我放手 从此放手 这是 现在这都一会儿有半个月了 这两个人一点消息也没有啊 嗯 哎 没啥事 你不能瞧瞧不是出差了吗 不像是真出差 手机转到秘书台了 怎么打眼不激 是不是躲起来了 躲什么呀 躲吃药啊 还是躲关心他的人呐 是不是躲食盒呀 要是那样的话 那该就麻烦了 有啥麻烦的 那石盒给人家 再那么大的脏 我可真是不够面子 不许人家思想斗争斗争啊 那玩意那么好拐的 那倒是 我去找一下石盒去 我跟你一起去吧 你别 我主要是探探 你要去的话 有些话不好说 那你可别跟石盒发火啊 他看着来呗 他找着 跟最怕火到你了 气氛 太气氛了 这脚硬 这是脚硬到家了 这种脚硬的女人不要也罢 他可是你三妈 别说我三妈 我七妈我都敢这么说 盛叔 千万不能让 男人要有立场 要有原则 要有志气 叫他这么恶毒地诽谤你 不仅不认错 还拿饭是吧 是吧 你千万不能心慈手软 怜想惜欲 对他必须也成无态 你别虚头把脑筋放狠话了 你倒拿出点具体措施啊 我这是放狠话吗 我跟你讲 这事要摊到我身上 我就一直诉说 我给他告上法庭 我告他 这是对男人 多大的侮辱和伤害啊 这事 这事你不告他也行 但是必须让他低头认错 否则将来 你得受欺负一辈子 你觉得 我跟他还有将来吗 有 有将来 将来肯定有 但这个将来的基础 必须建立在 你想住他的基础上 我没这个能力 也不想 那你就想这个扶手贴耳 受他欺负一辈子 我也不想跟他有一辈子 太累了 那个事 顺叔 你 你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是说 这个 你 你不能这么想 张诗和同志那个 本质还是不错的 矫情哪个女人都矫情 就 就我那女朋友 比张诗和同志 矫情一万倍 我不都忍了吗 大丈夫能取能伤 我要不我找张诗和 让他给你赔个礼头 我见见吧 老外长 咱今儿不谈这个 以后不管我跟你三妈怎么样 咱们俩还是铁丝 吃 晓晓出餐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这跟我也说不着 我找过你没有 没有 一次也没有 连电话也没打 他找我干什么呀老妈 我们俩现在也没什么关系了 行了 你别嘴硬了 这次乔晓我告诉你 真生你的气了 说不准我告诉你 他都生我的气 生你爸气 就因为你们不相信他的鬼话 他的鬼话 你才鬼 你 你才鬼话脸皮呢 我跟你说 你瞧瞧都跟我说了 你这孩子 我告诉我要不不叫你爸拦着我 我告诉我就找你算账去 你太不像话了 你一个人边边那么多瞎话呢 这不太伤人心了吗 那 我是为啥 听妈话 陪你道歉 好吗 好好道个歉 你凭什么给他道歉的 你说凭啥 你别嘴硬了 凭啥 凭你要跟人结婚 谁要跟他结婚呢 这地球上就算剩一个男人 我也不嫁他 你别硬了啊 你去不去 不去 你去不去啊 不去 你 我再问你这 你去不去 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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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 那我就跟老郑曹我们俩离婚 老郑曹你太逗了 我们俩的事跟 跟您跟郑叔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了 是不是 是你收的圈套 让我们俩结婚 我知道 你是为了我 跟你郑叔 我们俩好 是不是 但是你妈这一辈子 我最讨厌是 别人给我下圈套 让我往里钻 对 是我自己要解开 是是是 我把你操作解开 是 解开 明桃人家骗你 设圈套 我喜欢 我特喜欢是吧 您跟大姐 郑叔 乔润一块来蒙我 我特舒服 是不是 让我跟他道歉 我凭什么跟他道歉呢 他不道歉不说 还说我矫情 我就矫情到底了我 那怎么说他找过你呗 你又来吵架了 我跟他吵不着 他不快 您也甭拿离婚来威胁我 您这么大岁数了 不嫌丢人 您就离去呗 还叫号的呢 我 我就不怕 我离 咋的 我就离 可是郑叔要有点什么 想不开 您可扛住了啊 千万扛住了 不跟您聊了 我还忙着呢 回来了 怎么样 到底怎么样啊 你快说嘛 还到底怎么样 你说那瞧瞧瞧 那个石河 给污蔑陷害的这样 他能原谅石河吗 那石河吧 爷爷 就是 咱们的具体给他压力 就是因为他 你说你为啥 你不能原谅人瞧瞧 这家子 现在两个人可得好 马上进 那怎么办呢 出事了 出事了 完了 出事了 出事了 什么什么呀 你看看你大名小怪 出什么事啊 那个事说 就我乔叔 说不跟 不跟我三妈好了 他就这么说呢 原话说 说我一辈子 不跟他纠 纠葛了 太累了 你赶快啊 赶快这劝劝 让我三妈跟那个事如何好 你说 这我这 我这事 说冻真格子了 这回 这算什么呀 冻真格子了 我早都深思熟虑了 什么深思熟虑 这词用词都不到 深思熟虑 那是代表已经想好了 那后面街 熏永成竹 你这根本就没想好 哎呀呀呀 我也 我算谁呀 我跟你说 我早熏永成竹 你有办法了 当然有办法了 快说说 快说说呀 我呀 一定这回我刚好好教训 你教训咱家识盒 真的 你看着他 这个时盒你又不教训他呀 你不给他个经验教训 他就是跟乔乔他俩好了 将来乔乔也不会好 结了婚之后 乔乔照样的受他的气 肯定 真的 对 对 是得教训教训 好好教训教训 谁呀 教训谁呀 教训时盒嘛 你看着 哎呀 平时这叫时盒 时盒是我亲戒 是我亲戒 知道 正常的时候 这真是 狐狸尾巴漏了吧 刚才你说教训教训 我就跟着说 教训教训了呗 再说 不 姑娘儿子一样待遇 没偏没像 行了行了行了 走吧 收拾收拾东西啊 咱俩赶快回唐山 走 这个时候回唐山不合适吧 对呀 你这回唐山干啥呀 你有点啥事你跟我说 我跟你说个啥今儿 上回你跟我瞧说 还有我妈和我算计我三妈的事 我谁都没跟谁说 我还跟我妈打配合呢 可漂亮了 行行行 那我这为了你小姨好啊 谁不为我小姨 我也为我小姨好 再说我事说对我也好 管我吃管我喝 是不是 我还能帮上点什么忙呢你 你跟我说说 你这能帮忙啊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上高山下火海您说算 别说儿子嘴皮子我跟你说 来得实在的 行 给姥姥进去 打一辆猪子车去 轻松啊 完了之后帮你 我和你姥姥 我们俩从长途汽车站 再然后呢 然后你滚蛋 我和谁下去 别送他这儿 白痴白和你瞧叔 另外别麻烦你叫一天 好孩子 你真要回汤山哪 你是不是想出什么主意来了 啊 小心我 我装病 装病 对 我要装临终之前 我让石河 你必须跟他瞧瞧 你们俩 我 这个 这不太好吧 有啥不好的 一皱十年忘 真的 你 你是不是太能做妖了 这个妖我还必须得做 你得配合我呀 我配合你 你这辈子没当演员 有点趋才 这 这行啊 这 一个字都不能说 这就不能说 好 我配合你 走 收拾东西 真的一会儿他找车来了 走 走 喂 大姐 别合 你赶快回来吧 她发病了 什么病啊 我也说不太清楚 我感觉挺严重呢 你跟乔里说一声 听见没有 你跟她说吧 我这忙着呢 我退休 老爷的爸生病了你就知道 老爷病了 你确定不是姥姥吗 为什么是姥姥呢 那个姥姥身体看起来比较好 姥姥看起来倒像有病的样子 放屁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天地良心啊 我什么都不知道 真的 真的 知道我为什么不在电话里问你吗 我就是要看看你的表情 我 我表情有问题吗 表情没问题 表情非常好 老婆 爸 爸 怎么样了您 你怎么来了 我没事好得很 什么好得很啊 您都这样了还说好得很 妈 爸 什么病啊 哎呀一开始就是感冒 这过几天了越来越严重了 这大夫一检查又是 体脂弱的并发症 什么并发症啊 爸 您先躺一会儿啊 嗯嗯 我跟妈出去给您买点吃的啊 不用不用 嗯 妈 我爸到底什么病啊 你爸是啊 这什么您快说呀 你爸说 你看吧 你冷静点啊 你冷静点啊 怎么会是这样啊 这怎么可能啊 回来吧 我跟你爸商量 说回来之后吧 我装病 装得越严重越好 主要就是让石河 求你结婚 你看看 这破招 终于我们实现 你爸最病啊 你代不说吧 说什么 你代不说 别哭了 要是好了的话嘛 活个一百岁没问题 要是不好的话 我一两个月 终于妈别哭了啊 那又好歹了 我咋活呀我呢 你不说是 不是吧 看他的 你没有想到店了 的 有� sal 什么 是吗 严重吗 反正挺严重的 我爸希望能在 能看到我结婚 那你就赶紧结婚呢 要满足老人的心愿吧 张诗和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 我知道啊 你不就说你爸特希望你赶紧结婚 你赶紧找一个人结婚对吧 千万不要留下遗憾 张诗和 你过分了 跟我玩这个 小日科 乔乔啊 跟诗和好好说说 我看得出来她挺喜欢你的 爸 您就好好休息吧 我知道该怎么做 你妈在世的时候 没看到你成家 她走得不甘心 我在世的时候 要是也看不到你成家 我肯定是死不瞑目啊 爸 你说什么呢 你不会有事的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啊 我这回要好了 我就跟你妈帮你们带带孩子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啊 最后再帮你们一会儿 爸 您别说了 我去抽抽烟 我 你可别说了 你说得我心 我心得 你真难受 但是咬得不行啊 你不得了 你给我挺香的 你不行 挺好的 我先吃就吃了 妈 怎么来了 你睡这儿啊 你 没事 你起这么早啊 瞧瞧 不是妈说你 你看看你怎么还愁啊 你看你 那家伙爹里 抄了那么多烟头 你是不是 你这一宿 我看你大哥都没睡觉 你说 你 妈 昨天我想了一夜 我想明白了一件事 什么事想一想 我结婚 结婚 什么时候 越快越好 妈 就算这次我爸没事 我也应该结婚了 您说呢 不过 不过什么 妈 其实我前天就给师哥打电话 说了我爸的情况 可他根本就不理睬 还跟我说了一些 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 所以我想 小林 你想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你觉得现在有何事呢 你就结婚 也许你结了婚之后 你爸爸的病 可能好起来 妈 那您 真不怪我呀 不怪 真的不怪 我说你心里话 石河配不上你 就他那个臭脾气啊 跟谁谁都够强 你说呢 妈 这是大事 你可不能糊涂啊 妈 人家石河和乔瑞 那是天生的一对 是啊 妈 毕竟 石河是您亲闺女 对啊妈 你搁不走不能往外拐 什么搁不走 搁不走 你别管了 这回忧啊 我呀 真站在这个乔家这边 我告诉你们几个啊 不行跟石河打电话 别通风报信 他自受自受 他自己找的 行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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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闹着乱烫了 心都乱死了 你没看什么看啊 快给小米打电话呀 好 你们都不敢 是吧 我打 打不得让妈妈啊我一辈子 我也不得眼睁睁睁看着小妹哭一辈子 看一下这个 这个还不错 先看一下 你看 对不起 我接个电话 喂 你真的要结婚了 是啊 不可以吗 你 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结婚呢 结婚不是开玩笑的 我没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 我现在要结婚了 我现在需要马上结婚 那就算你现在需要结婚 那也得 那也得 我反正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没有必要废的是你吧 我现在忙着呢 就这样吧 拜拜 来 你看先生 你看这个女孩更好 这条件挺适合你的 她是刚刚出国留学回来的 好 我对身材相貌 学历户口都不挑 好 只要是人品好 愿意马上结婚的就行 这个 这个挺适合你们的 你看一下 累了 瞧瞧 你都一天了 去吧 回去休息去 好孩子听话 有我在这里就行了 没事儿妈 我不困 妈怎么样了 爸 爸 爸 妈 我爸怎么不说话 乔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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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爸 那 我以为大家辨我 我才说那些气你的话 真的对不起我不是故意 我 我不该说那些恶毒的话 我不该说那么多伤你自尊心的话 我不该把你的宽容当软弱 不该为那么多小事 想怀疑你的真诚 都是我不好 只有我小心眼我矫情我对不起你 其实这么多年 我心里叫你一个人 你把我当普通朋友的时候 我就喜欢你 我每次给你介绍你朋友 我都希望你去学 你说跟他们约会 我就如错尘尘 你跟我说 你说你 你没看上他们 我就高兴得要死 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 就是 想让婚纱和你结婚了 我那天在影楼的时候 我看见我自己穿婚纱的样子 我就想 我以后一定会让乔瑞幸福的 我想跟我妈 跟我二姐夫学做饭 跟大姐 跟大姐学教一孩的 我连爸爸的名字都想好了 别说了 别说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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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谅你 什么都原谅你 对不起 那 那你还会和我结婚吗 我愿意 你苦了 你苦就不漂亮 对不起 没问题 你没有能力 好 你不让我来 你儿子结婚 问你儿子 你能原谅我吗 你儿子说 我都原谅 我什么都原谅 太好了 这戏没白眼哪 成功了 大姐夫 怎么样 往下点 往下点 好 好好好 好了 行了 好了 好了 都记住了 好 好了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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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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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个弄弄 好 来来 这个 那个花来花来 行 行 行 你都抱了 又抱了 你给我慢点 我看你一起 慢点 慢点 行了 好 把他那个笔 那摆正等了 别闹了 别闹 你看那个哪儿都是 你俩看我那是玩的 这什么意思 干活的 一人没起个 行 然后把这个 几个都分散了 别在一个桌子上 不行 人数太大了 是这样 妈 你看摆的台怎么样 可以 行 行 和这个花好 花好 越圆了 可以 包好了啊 好 再靠近一点 等会儿 怎么着 又想矫情是不是啊 我就矫情了 怎么着啊 我还矫情一辈子呢 后悔啊 来不及了 我告诉你张诗河 我不后悔 永远不后悔 因为我知道 狗改不了 找死啊你 妈嫁了 妹嫁了 老公跑一圈回家了 唯一的遗憾 一级又泡汤了 我妈是真开心 我爸呢 肯定是心怀鬼胎 你说我爸想什么呢 作为这么优秀的道友 我都看不出来 实则 实则 后家的六桌酒席 妈万一要是装糊的 他不补钱怎么办啊 不 我干脆啊 跟郑书要去 谁让他是爸呢 我敢断定 我妈惦记得 跟我爸惦记得 是一个事 可想法不同 真不明白 他俩怎么会走到一起呢 瞎说说的那事 啥事啊 就是那事啊 今天说不好吧 什么呀 今天真是大家高兴 说才好呢 小八也取缔了 金秀想进酒楼 可怎么跟二姐说呢 我可下次老听 也该歇歇 不行 不能歇 对了 老郑啊 咱们两个还有一项 最重要的任务呢 看咱们两个的孙子 我已经跨过了一个万水千山 也做好了准备迎接下一个万水千山 麻烦啊 您就放马过来吧 都说新娘子上花轿应该哭 可我怎么就哭 可我怎么就哭不出来呢 我真的好开心 心里除了幸福还是幸福 虽然我们这一家子麻烦多多 可我真的 真的好爱他们 那一家子 祝你 我只爱你 我只爱你